我們是叫北京鴨還是烤鴨 烤鴨 用烤鴨和賓客鬥趣互鬥 回答執行長黃仁虛 五號中午到隆都酒樓 宴請外資分析師法人 席開25桌 每桌價位約一萬八 更指令每桌都一定要有最愛的烤鴨 烤鴨他們做得很好 可以開餐廳嗎 你會幫我嗎 一出餐廳就被民眾團團包圍 對拍照 千乖乖等要求 來者不拒 還貼心發送便當 我給你午餐廳 我知道 你累了 我累了 我昨天給了14個訊息 鐵日行程讓黃仁虛也直呼好累 而面對台積電新任董事長 魏哲嘉暗示 將考慮調整AI晶片的價格 黃仁虛也肯定台積電的價值 我覺得TSMC的影響 非常棒 我認為他們的價值也很幸運 所以我非常幸運 另一頭黃仁虛的兒女也驚喜現身Computex 你們真的要小心有很多人在你們的後面 跟爸爸一樣親民之外 也不忘秀中文 其實黃仁虛不只和兒女關係密切 海洋寵物是個狗派 曾透露自己無休跑回家看狗 回答更會發放狗狗專屬員工證 黃仁虛獨特人格魅力持續延燒 更被發現和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同天生日 都是1963年2月17日出生 兩人不同領域卻都開創了一個時代 讓粉絲直呼簡直天選之人 帖子的新聞周永倫劉仙 SNG小組參考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